你知道当一只猫咪把母鸡当成妈妈会怎样吗 那这只猫咪生下来的小猫又把母鸡当成什么 眼前的这只母鸡在窝里趴着 你以为它是在孵蛋吗 并不是 仔细一看 母鸡的翅膀下 原来是两只小猫咪窝在里面睡觉 小猫咪在母鸡的怀里 母鸡却没有任何反应 真让人吃惊 你也一定很吃惊吧 周边的居民对这一幕也是非常的好奇 纷纷过来看 小猫咪在母鸡的身上打闹 母鸡就跟没事人一样 而且还对小猫咪们照顾有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三只小猫咪是这只猫妈妈的孩子 猫妈妈回来了也是对母鸡非常的友善 一回来就坐在母鸡身边 就跟自己的家人一样 非常的和睦 原来猫妈妈小时候一出生 她的母亲就去世了 猫妈妈还是婴儿时 她来到鸡舍 在鸡舍里哭泣 母鸡看到可怜的小猫咪 就对猫妈妈非常的照顾 猫妈妈自从小时候就把母鸡当成了妈妈 所以猫妈妈看起来也非常依赖母鸡的样子 所以这些小猫咪生下来后 母鸡就充当了奶奶这么一个角色 无微不至地照顾小猫咪们 可以说 这样的祖孙三代也是有点稀奇 猫妈妈回来后 母鸡便把孩子交给了猫妈妈来照顾 但好像并不放心 还在鸡舍门口看着 猫妈妈给孩子们喂完奶之后就出去了 当有别的鸡欺负猫妈妈 母鸡就来为猫妈妈抱不平 但鸡舍就只有一个 别的母鸡也要下蛋 就想赶跑小猫咪 在小猫咪的呼唤下 奶奶回来看这一幕 生气地赶走了来下蛋的鸡 别的鸡也只能无语了 明明我们才是同类 小猫咪们健壮也是回到了奶奶的怀里 果然奶奶的怀里才是最安全的 它也是彻底地保护着小猫咪 其他鸡都不能下蛋 就连这只公鸡想进去 内心也在挣扎半天 最后还是放弃了 别的鸡也不放弃 他们只能集体在社门口抗议 这也挺搞笑的 主人说 之前母妈们每天都下蛋 但自从小猫咪出生了 母鸡们都不能正常下蛋了 因为鸡习惯 在他们选病的地方下蛋 奶奶为了照顾好 这三只小家伙 也放弃了下蛋 主人也实在没办法 决定把鸡舍还给母鸡们 只能特别为小猫咪们 重新建了一个房子 经过主人手巧的技术 很快就完成了小猫咪们的家 也是把三只小家伙 放到了新家里 这样小猫咪 也有自己单独的家了 主人也为自己的手艺感到骄傲 当猫妈妈回来后 看到新家 看起来也很满意 奶奶见状也过来看看三只小家伙 好像是来恭喜的 当奶奶的母鸡 也总算安心了 几天之后 这只母鸡终于做回了一只鸡 应该做的事 吓起了蛋来 同样别的鸡 也终于可以进到鸡舍里下蛋了 鸡舍又恢复到了 往日的平静 三只小家伙 也是非常的可爱 也希望小家伙们 能健康地长大 今天的视频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了 关注点赞转发哦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视频见